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为抗日牺牲的烈士和老魏同志慕爱 经党委研究决定追认老魏同志为抗日烈士 同时呢 我还要说一下 经党委研究决定接受双龙同志关于双龙部队收编的请求 从现在起 双龙部队就正式收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 双龙同志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 是 好 下面请双龙同志讲一讲 好啊 讲讲句话 莫叔爷 那我就说两句 同志们 我这个人啊 不大会说话 尤其是在这种场合 怎么说呢 封书记的话 说得我这心里啊 热乎乎的 说实话 我是打心眼里高兴 激动 就像什么来着 就像孩子 找到了娘一样 我打了这么多年鬼子 杀的鬼子也不少 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不脱底 现在啊 我这心里脱底了 因为我知道 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鬼子一定会被打跑 老百姓肯定能过上好日子 好 双龙同志啊 你的第八军 可以说是人才技技啊 我相信 咱们第八军 一定能够成为我党 一支抗日纪律 一支令敌人文风丧胆的英雄部队 这儿 还有一件事我要宣布一下 严芳高阳同志 你们二位的工作 上级组织非常满意 决定派你们俩 到双龙部队 协助做抗战工作 任命 严芳同志 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 政治部主任 高阳同志 副主任 是 小梅 高阳哥 你找我有事啊 大人找你有事了 有事你就说啊 高阳哥 在武昌 那么艰苦的环境 我知道 说咱俩的事 不太合适 可是现在 小梅 你应该知道 现在我的确很忙 我知道高主任 那你知道一个女人最需要什么吗 她需要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去呵护她 捏爱她 她不需要大富大贵 她就需要两个人过着平淡的生活 小梅 我知道你喜欢我 可是 可是我这人嘴笨 我不会向你表达 但小梅你放心 我高阳一定会对你好的 小梅 你看 真好看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没事磕着玩的 你的手真巧 你要喜欢 送给你 高阳哥 这是我吗 这个 那好 我把你戴在身上 你就把我揣到怀里吧 高阳哥 高阳哥 我能想到 等到抗战胜利了 我们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高阳哥 我也想加入共产党 你能当我的介绍人吗 好啊 小梅 到时候我向组织汇报 我带你到诸贺县委去见领导 太好了 啊 啊 那诸贺县委的领导 他们住的条件好吗 啊 他们这儿和咱这儿差不多 嗯 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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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住了 统治县委激光各国门 分散设队 向赵尚市军长 第三军驻地转移 是 快撤 太住了 太住了 哎呦 这妹一字 太住了 不是 你是不是 你得过衰退 看他的地獄 原來沒有 那邊的抵抗 這麼厲害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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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軍 怎麼來了 兩條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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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還要來 雖然是在這裡 找的主力 , 是非 需要衝擊 閣下 這個情況是長久的 繼續不斷的 総理想要看看 對 不不不 総理的隊伍 我們去一旦 我們去一旦 去一旦 我认为你 林志君 我已经成为了 东北高连的 第十军 军船 又是东北高连 成为共产党的 十一军 现在的侦领是一样的侦领和前的侦领 这个是遥远的 预争 预备了 战争 越来越厉害 但是我们必须赢 监制 弟兄们 我跟你们说 上一回就那王老六 他和咱们作对 所以说 咱们上次的买卖 亏那么多 这次 咱们要跟他下去抖抖风 叫咱们看看咱们 听见没有 大董家长 这样做会不会 会不会什么 想那么多干什么 跟这帮犊子们 咱们就不能手远 听见没有 给我冲 走 看你这都往哪儿跑 还行 跑啊你 不 你们这一臭了 可像鬼子一样为人羞 都给我住手 起把头 你什么意思 都滚 你让我们滚 这可是大董家长让我们 滚 当家长 小人知道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 求求你饶了我吧 你个老扁犊子 你也知道今天错了 我饶你可以啊 我说可以 但是 但是我手里的枪 他可不答应 你知道不 当家长 求求你饶了我吧 求求你饶了我吧 哼 你个老扁犊子 我爱你 滚 哎 当家长 把枪放下吧 你在命令我吗 啊 大当家长 当初 你也是立个规矩的 你忘了吗 规矩 什么他妈狗屁规矩 啊 老子他们现在 我都没有了 还什么那么规矩 当家长 咱们现在生什么了 老北京恨咱们恨得咬牙切实的 骂咱们连小鬼子都不如 简直一棒畜生 哈哈哈哈 大当家长 你这个小瘪犊子 跟双龙学的是不是 也敢来教训我是不是 我跟你说 咱们每次下山 都是这帮贬毒的汉的 咱们还清吗 弟兄们死的有多惨啊 我现在我相信谁啊 讲规矩 我他妈谁我也不信 知道吗 我就信我手里这家伙 他是最可靠的 我信谁 我谁都不信 我告诉你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明白 不关咋地 这些老百姓啊 也都是中国人 大当家的 我觉得你变了 既然我还是你大当家的 你就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小别毒 大英雄 怎么会是你啊 哎 这种称呼 我可不敢当啊 那好 我就叫你双龙军长 有事吗 我想问你 为什么每次打仗都不戴上我 战场上很危险 这是男人的事 那为什么对延芳就可以 为以重任呢 在这种监护的条件下 我却干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我也无权干涉 再说了 你现在做的每件事都很有意义 我相信你啊 一定会有机会上战场 成为一名优秀的看来战士 那 上楼警长 延芳 有事吗 我找你有事要谈 那你们聊的是私事还是公事 小美同志 你觉得一个军长和一个政治部主任 除了工作 还有别的事要谈吗 那好吧 我就先走了 你们聊 这个女人 总有一种让我感觉 不太舒服 也许 是我对女人不太了解 不 双龙大哥 我跟你有同样的感觉 虽然我很早就认识她 可是 实际上我对她一点都不了解 我现在发现 我越来越不认识她了 严芳 你说 她真是个苦孩子出生 不知道 这个女人 确实不简单啊 是啊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她有一种 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怀疑 我怀疑 诸贺县委的暴露 是高杨吗 我最近发现 高杨有一些不对劲 而且我怀疑 是她在利用高杨 叶宝 你跟我想一块去了 从今天开始 你的工作就是 严密监视 高杨和刘晓梅的行动 是 舰长 二长老 你看这里写的啥玩意这是 谁不说了 这是密密麻麻的 写的啥玩意 哎呀 我的天哪 有意义 小龙 你来 哎 二尿子叔叔 你干啥呀 啊 龙啊 你高杨叔叔吧 总叫你识文断字的 你给我看看 这上面写的啥玩意 对了 小龙啊 你好好看看啊 你看看这里边 有没有叔叔的象 有没有叔叔的名 你好好看看 啊 这么看 这么看 这么看呢 一尔子叔叔 这么看 你告诉人 特悬赏东北抗日联军 第十军军长双龙的人头 悬赏东北抗日联军 第十军副军长张喜忠的人头 赏金一千大洋 悬赏东北抗日联军 第十军政治部主任 严芳的人头 赏金八百大洋 悬赏东北抗日联军 第十军政治部副主任 高洋的人头 赏金八百大洋 哎呀 这事是小鬼子干的吧 军长知道吗 就这玩意儿啊 贴得满大街都是 军长他们早就知道了 你说这上面 密密麻麻的 写的啥玩意儿啊 小龙啊 你好好看看 就六百块大洋有没有 没有 你是不是念错了 你再这么念念 你看看 这么念也没有 那你再这么念念 这人头都到了 还怎么念啊 对对对对 那一码可不是藏钱 那这六 四百的呢 真没有 你看 四个人头像 四个人名和植物 别的真没了 我就不信了 就没有咱们俩 你好好看看 五十的有没有 没了 啊 一来 哎呀 哎我说老小子 啊 如果你要是像咱军长 长得这么英俊 这么魁梧 啊 那没准就有你的名了 哎呀 老子就这么不值钱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你好好看看 对 你得好好看看 哎叔叔 这可是砍头的事 你们咋还为这生气啊 啥砍头的事啊 不管它砍不砍头 这是有没有名的事 能不能出名的事 哎呀 你那么大声 嚷嚷嚷嚷嚷嚷 啥呀 军长他们都在后边 啊 其实啊 你说这就还说的对 小鬼子啊 根本就没把咱俩放在眼里 没重视起来咱们 哎呀 你说我倒是行 可是你呢 前几年你不跟军长去过东北军吗 哎呀 这事没你的名可真憋屈啊 哎呀 二亮你别瞎说啊 我就不信 我告诉你 过几天 我就向小鬼子 把咱俩的名写这个 去吧 来 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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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们在山上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大叔 他说他是被保胜打伤的 保胜 对 他在哪 那个大叔说 他愿意带我们去找宝胜 他还说 他愿意带我们去 他说 宝胜现在到处害百姓 百姓们怨声在道 都说他比鬼子还坏 原来是这样 老小子儿娘子 带几个人 我们去一趟 是 老郑 你带这部队 继续操练 我也去 嫂子 你就别去了 宝胜那儿 我会处理好的 我说 宝胜的事 是该有个了断了 但是 还是以教育为主 我知道了 我必须去 老张 看着嫂子 哎 军长 军长 让我去 军长 你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放开我 告诉你 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要娶你 做我的丫带夫人 知道吗 求求你吧 放开我 放了你 我上那儿 就找老奔 你知道吗 现在你爸妈都死了 外边兵荒马乱的 你跟了我 你受不了苦 你知道吗 丫头 铁包头 这叫啥事啊 大当家这次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照这样下去 别流也会灭咱们的 还用别的斗子啊 双龙现在是 看着连军队军长 知道他当家的 这样事儿的 一顿是饶不掉他 小铁包头 要我说你现在进去 劝劝他当家的 要不然咱们兄弟的心呢 可都凉透了 你把我的道理 对 你是不是 就是我 我真的 你跟着我 跟着我 你跟着我 你跟着我 就好 跟着我 啊 啊 打我啊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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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家 你放在这姑娘吧 她吧 我她刚想要干什么 你这干什么 滚毒吧 放开我 大人家你看 大哥 你没本事杀小鬼子 却在这祸害百姓 你能走吗 行啊 双龙 你亲自来了 是不是 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我知道你现在当上了军长了 那又怎么了 你就是当上了司令 老子也不怕你 双龙 你要是不想让我杀他 你就给我支气点 把路给我让开 大哥 你要是有点人性的话 你把那女的放了 你把枪口对着我 我实话告诉你 我在小鬼子那儿 支一千大洋 一千大洋 这可是个不想的数啊 啊 你以为我不敢吗 皇上了 你还是不是个人 你看你手上那把枪是谁的 是当年二张家的给你的 你不去杀小鬼子 对准咱们的亲人和姐妹 你就不怕招报应吗 那又怎么样了 那又怎么样了 以前 我对你们二张家的也不薄啊 是不是双龙 大哥 别逼我 放了这姑娘 大藤家的 大藤家 这么多年 你后会有多少老百姓 弟兄们早就不想给你干了 今天你要是不死 老T也都不能让你 放下钱吧 他妈这个王八犊子 老子就不放了 咱们的 有本事杀了我 你 赶你是张笔 不赶你就是个稷子 军长 避了他吧 大哥 感谢你当年 对我的收留 使我在抗日的道路上 走到了今天 我和兄弟们 盼着你和我们一起战斗 希望你能扛起抗日的大气 没想到 你不但没有走向抗日的道路 你一直在误入歧途 变本加厉 丧心病狂 大哥 你祸害的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你能下得了手吗 好 你要是有胆量的话 我们俩可以做个了动 军长 军长 好 好 大哥 等下 大哥 等下 嫂子 宝尚 宝尚 你看看这把枪 这是双龙的心爱之物 当年他给了你 是希望你打鬼子 我没想到 你竟然用他对准了双龙 你不是人哪你 大童家子 我再就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敢杀一本人 却要他对准了自己人 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是你逼我 是你逼我杀了你 没想到 我竟死在一个娘们的手里 双龙兄弟 你 这几颗子弹 留得大小鬼子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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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愿意看到你 就这么早了 你死的不值啊 是想不 schw kasih 你怎么回事 就这样 和自己还要坏 所以我们要不惜一下大家 救助我们的聪报 是啊 哎 对 我还有一个情况 要向大家汇报 我一天派邓团 去加强中马城的守备力量 这就奇怪了 这中马城是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照理说 中国人是不能靠近的 和副官说了 日本人最近有个生化实验的项目 这个项目对人体的危害特别大 为了日军不受到微生辐射 他们派邓团去守备 而且还派刘璐去当独占官呢 日军这个时候派刘璐 去守中马城 看来他对日军 没什么利用价值 你说得对 这个刘璐还在做他的美梦 他肯定不会想到 只要是当汉奸 就不会有好下场呢 对了 你们还记得那个叛徒继副官吗 他已经被林依秀 带到中马城去了 人们都说 进那里去的人 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高雄啊 你刚才说 邓点云的意思 是不想去 是啊 他肯定不想去啊 你想 他知道那个地方有多恐怖 而且现在 日本人拿单中国人 就像对待牲口一样 可是 以他现在的情况 不去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也是一筹莫斩啊 是这样 我们大家看看这个 这是三军同志用手绘的中马城的草图 你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地势开阔 这么大的矿野 没有隐蔽之处 只有一些杂草 靠近铁丝网的这大的路程 连杂草都没有 而且铁丝网上 还安装了报警装置 你一旦接触 一出即发 这小鬼子太狡猾了 怪不得三军 攻打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是啊 小鬼子的确狡猾 能把中马城建在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怕我们偷袭 从地图上看 从正面进攻确实有难度 军长 我现在才发现 是越艰巨的任务 你也想把他攻下 是啊 这可是咱们军长请命 才把任务拿下来的 你们记住 只要有信心 就没有攻不下的堡垒 是啊 军长 那你说 三军攻了那么多次 没攻下来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最主要的一点 是抗连里 没有里面的详细地图 也就是说 里面的抗日之士和老百姓 第三军的同志 无法确定他们的具体位置 所以拿不下来 看来这个 的确是有些难度 这样的事 应该有理应外合 可是 相告的地图 实在是太困难了 如果没有地图 我们也是进不去的 也就是说 邓电云和何副官 我们必须让他们进去 这倒是个好办法 对 邓团长和何副官 一旦进去 咱们就可以搞到详细地图了 可是 他们守的是城外 这城内核心的地方 他们也是进不去的 的确有困难 那这样 我亲自走一趟 去一趟邓电人那儿 啥 军长 你要亲自去 太危险了 我陪你去吧 你跟我去 那好 不行 你的面孔敌人太熟悉了 你不能去 我必须去 这关系到中马城 生死存亡的大事 邓团长的思想工作 也到了该抓的时候了 那行 为了安全起见 你多带几个人 老张 你是不是搞糊涂了 我又不是去打仗 有刚言一个人就够了 刚言 准备一下 马上出发 好 军长 你也太心急了吧 有句话 夜长梦多 杨总之 给我们换一下舟 是 军长 要不 我跟你去 没必要吧 咱们一个军长 一个副军长 如果都到了邓团那儿 还不把他吓坏了 你说得对 你们两个要是一起去 可真就把他吓坏了 见到团长 替我文人好 就说弟兄们 挺想的的 我知道了 我这次去啊 就是想让他 加入到咱们的队伍当中来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还想让他当团长 团长 不能来喝了 这老酒味道 硬上好 你让我喝啊 早晚都是死 我宁可喝死 团长 你别拦着我 团长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这马上这个地方太险恶了 日本人平时不让中国人进出 可现在却派咱们去守 就是说他们实验一旦成功 我们就是有进无回必死无疑 我知道 早知道这样 不说了 好 团长 团长 要不这样 我想办法和守龙联系一下 嗯 然后 咱们把队伍拉出去 挑明了和日本人干 咱拉出去 这一大帮人 咱拉出去 那不成了壮志无畏仇 身先死了吧 嗯 再跟你说 有流露的黄霸毒 看这么紧 嗯 咱们还能有好吗 早晚也是死 我认可喝死 也比 别人死将我喝死 团长 团长 你真的不能再喝 别拦我 别拦我 团长 有人来了 不要再喝了 哎 谁谁 我啥也不怕 团长 我去开门 不要再喝了啊 嗯 那你 太 哎 哎 哎 君 团长 你看看我是谁 双龙 团长 我 走 我没事 团长 怎么是你 团长 还好 团 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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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来看看你 双龙 好样的 你是给他东北军 争了脸 争了脸 团长 你是我的恩人 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哪有今天啊 双龙 人无绝人之路 坐 坐 团长请 你快走 好 丁同志 我带到党组织 向你表示慰问 双龙军长 快走 高阳 你好 团长啊 咱们长话短说 我这次来呢 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告诉你 我们要攻打中马城了 他是中马城 嗯 不行 不行 那地形你根本就不熟悉 你们第三军都打了两遍了 那都攻不下来 别费能的那个金 你信我吧 团长 这次啊 我是立了精灵庄 无论有多难 我们要把他拿下来 请团长相信我们的实力 我们实军的同志 都有这个决心 可是有一点 我们需要团长的配合 我能配合啥呀 团长 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不就是想看看我吗 我跟你说 你来的还是时候呢 过两天 你都看不着我了 团长 干嘛那么悲观 这啥不悲观啊 这要死的人来我都 团长啊 这次 你不仅死不了 中马城没有你 我们也胜不了 我 我能做啥啊 团长 双龙军长的意思是说 让你和刘露 先来个将计就计 只要咱们到了里面 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咱们的胜算可就更大了 然后咱们再来个里营外合呀 将计就计 这里营无外合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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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山的白雪 真情和感動 生命是如此的不朽於神聖 滿地的紅雪 去如何抗爭 展開了無情的堅韌和永恆 白雪白啊白 紅雪紅啊紅 漫漫長夜踐踏著 你美麗的面容 白雪不再白 紅雪卻更紅 過了啦的一把劍刀 生生長心中 白雪白啊白 紅雪紅啊紅 漫長夜踏踏著 你不去的面容 白雪不再白 紅雪卻更紅 青湖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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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